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扬照书房,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朱星林和他的大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环境底下,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朱星林 他在香叶小说时期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 书名叫做汉拔 当然以现在的这样的环境底下,大家连听到汉拔这样的声音 这两个字怎么写,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 脑袋里面不会立刻就能够理解汉拔怎么写,以及汉拔到底是什么 那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用一种方式 那就是在2003年的印科版收录了莫言 这是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得到诺贝文学奖的小说家、作家 他替这本汉拔2003年印科版写了一篇序言 在序言里面,莫言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汉拔 莫言就说,我读汉拔 当我刚读到汉拔的第18页 这18页大家可以不用特别去在意去计较 关键的重点,那就是莫言告诉我们说 早在小说才刚刚开头 就有了这么一段话 那就是小儿,那个小孩巴福 对他的母亲,对他妈妈说 林爷爷还讲 哪家坟上要是湿的话 坟里就有汉拔 那个时候莫言说 我就猜到了这小说的结局 这并不是说我高明 而是说明我和朱先生 这是他称呼朱姓林的方式 使用的小说资源是那样相同 我在家乡听说过的故事 朱先生先我几十年就听说了 我使用的素材 朱先生找我几十年就使用过了 上世纪70年代 我在故乡务农 连续十几年大汉 就是遇到的汉灾 那春波秋种都要挖井丹水浇灌 美其名曰抗汉 在艰苦的劳动间隙之间 我们像朱先生 他写的汉拔当中的老农 那样仰望着波火的太阳 传播着母帝出了汉拔的谣言 说得有鼻子有眼 不由你不信 我曾经动过 要把汉拔写成小说的念头 现在看来幸亏没写 因为我还没听到这些传说的时候 朱先生朱姓林的汉拔 就已经像一座风碑屹立在那里了 希望大家就听得懂 汉拔是什么 那就是在乡野里 如果遇到的汉灾 会认为有鬼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邪恶的神灵 在那里作祟 那作祟的源头 就称之为叫做汉拔 这是简单的跟大家解释 朱姓林的长篇小说 汉拔书名的意义 那在莫言的这篇文章当中 还有另外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这个意见 跟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 非常的接近 我就不另外用我自己的话来说 我借由莫言来告诉大家 那就是汉拔展示了 朱先生强悍饱满 意象丰富 犹如激流飞扑的语言风格 莫言说 我大概可以想象得出 朱先生用这样的语言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台湾文坛 造成的震撼 这是事实 因为那个时候 即使之前为大家提过 所谓军中三剑客 另外有司马中元 另外有段彩华 他们都写香野小说 可是在写香野小说的时候 那个朱姓林的语言 汉拔当中所锻炼出来的这种语言 跟他之前我们所读到的 像狼或者是破晓时分 又非常的不一样 那的的确确 产生了一种读到的力量 这部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对照的读 司马中元像是狂风沙 或者是灵河这样的作品 你大概就可以体会了解 我所要强调的 也是莫言他要突出的 朱姓林的文字独到之处 我们再继续看莫言怎么说 朱姓林的语言 犹如乱石砌尘的墙壁 布满了尖锐的锋芒 他的语言如光滑的软石 投资到铜盘上 发出响响的回声 这样的语言需要奔跑着阅读 这样的语言扔到水里会沉底 朱先生善用比喻 而且是他独到的比喻 别人无法重复 他一抢天开 说万事皆有灵 就像Gaseyama Gates 他在他的名著 《百年古籍》里面 有过这么一句话 所有的事物皆有生命 问题是如何唤起 他们的灵性 在朱姓林的笔下 所有的东西都被唤醒了 灵性 所以当他在写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经常是描述形容 如果一个作家 一个小说家 他懂得如何描述 那些从字面上 好像事物 尤其是物件 栩栩如生 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但栩栩如生 这四个字 其实更适合用来描述 用来刻画 朱姓林 他小说当中的那种景象 那就是 不只是你好像看到的那样东西 所有东西在他笔下 好像都有灵性 都有生命 那接下来 这是莫言挑选的 莫言就挑选了一些 这很显然 他在读小说的时候 一定是一边划线 一边做笔记 所以他把他读到的 用他自己的文学之眼 还有用他和朱姓林同样 了解山东那样一个乡野 跟乡野地区的景象 景况 和乡野地区的人 他们所使用的语言 这多重的条件 因而我们值得听听看 莫言帮我们选了一些 他认为非常独到的 朱姓林式的语会 他选到这几个段落 比如说这样的句子 饕贴了整一个肠下的 蚕老羊 这个句子就是 把太阳拟人化 而且太阳好像那么样的贪婪 要一直把土地上的水 都给吸干 这样的一个蚕老羊 那么样的一个蚕嘴的老太阳 仍然不知还有多渴 所有的绿都被砸紧了 一直就这么滋滋滋滋的 吸引着河两岸 被上天丢开了不要的这片土地 你看这句话里面 那样的荒地 因为被晒到没有水 长不出庄稼来的土地 像是被丢弃了土地 还有那样 因为太阳晒得太厉害了 以至于本来是无声蒸发的 那种情景底下 我们都好像可以听得到 那个水汽被硬是吸到天上去的 滋滋滋滋的那种声音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唐家宅子前的大水塘 已经干涸的反映了 黑深的裂缝 该以裂进到阴间里去了 因为那裂缝太深了 所以看着那裂缝 就让我们一路往地底下去想 好像十八层地狱都在那里 都可以看得到 都到得了了 水塘底上卷翘起 甘鱼鳞一样的土皮 那里残留着冬腊天里 暖鱼的枯辣椒羊子 草草乱乱 周围的狼藉 脏黑里翘起白骨一样 临循的老金子 到像整堆子糜烂的鱼尸骨 因为水塘被晒干了 但是水塘还是会让我们 有鱼的联想 因而那样晒干的 水塘底下的景象 跟鱼连接在一起 而产生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 乌草上的切羔羊整齐 叫村的猫子 都不成到那上面 梯凳过 看到那样的屋顶 费心的铺好 怎么样让我们感觉到 它如此的整齐呢 就表示 连最野的猫 看到那么整齐的屋顶 都不好意思 都舍不得 上去把它给搞乱 再下一句 那一对松当当的眼皮 不知断了哪一根掉筋 低垂着 脸要痒得很高 才看得到天 因为眼皮太松了 所以呢 光是把眼睛往上 看不到天 必须要仰头 而且比一般人 头要仰得更高 才能够看得到天 再下一句 可天是死了 天是使女 生不出一朵云 一滴水 绝技不给人一点 回身的指望 庄稼户任命的 一再退让 一直退让出 一百个祸毒的太阳 人没有办法更天真 但是在人的无奈 跟无望当中 好像人越退让 天就得寸进尺 你对一个太阳退让 他就生出更多的太阳 出来 再下一句 坚韧的盼望 是一根越操越细的深思 临到不成断绝的边口上 这是莫言选出来 其实绝大部分 都只是在小说刚开头的 那几段的文字 他接下来又说 不需要再立举了 这样的语言 在书中比比皆是 这样的语言 是诸多小说家 梦寐以求的 这样的语言 和温文尔雅的朱心灵朱先生 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 朱心灵 大家如果看过 他的照片 他的外表 的确温文尔雅 但是莫言就是要强调 比如说你如果读汉拔 汉拔的文字 是如此的尖锐 是如此的有力量 而且有很独特 而且有非常独到 独特的力量 所以跟朱心灵的人 形成了这样的反差 由此可见 朱先生的内心世界 是多么瑰丽而丰富 我感到朱先生的语言 是从李长吉 也就是李赫 李赫是死不惊人 李赫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 那样的一种 用苦思苦淫 而形成的诗 所以诗句 石破天津 斗秋雨 这是李赫 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诗 他说从那里面画出来的 对一个少小离家 浪迹天涯的小说家来说 朱心灵用语言寻找故乡 他用语言创造故乡 语言就是他的故乡 所以当然读汉拔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那是墨言提醒我们 语言如此的重要 而且语言如此的独特 那除了语言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让墨言也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 那他告诉我们 汉拔之所以能如较长的美酒 历久迷香 还在于小说当中塑造的人物 几乎各个鲜活地表现出 自己鲜明的个性来 这部小说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他用第三人称 但不完全是全知观点所写的 在一般我们讲小说的叙事观点的时候 在西方的小说理论 有一个很特别的观点的说法 那称之为叫做 Sir Personal Monitor 或者是 Monitor Sir Personal 这在中文里面非常难翻译 也就意味着 虽然是用第三人称 会讲他如何他如何 可是他不是全称 并不像是一个上帝 在小说当中 所有的每一个人做的什么事情 心里面在想什么如何感受 都呈现告诉你 他是选择了小说当中 其中的一个角色 跟着他的眼光 跟着他的思想 然后体会他的经验 以他的经验作为主轴 作为核心 然后来记录 环绕着这个角色 周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是乡野小说 当我们讲到乡野小说的时候 中国北方的这种乡野 尤其是如果大家去看 司马中原 或者是段彩华的小说 几乎毫无例外 他们都是透过一个 主要是男性的眼光 跟男性的角度来看 来呈现中国的乡野 在这里就表现出 汉拔这部小说 朱心灵很不一样的选择 他选择的这个 Monitor's the Personal 让我们跟随着他的眼光 是一个叫做 同秋香的一个女孩 当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 她才十几岁 然后呢 等到故事要结束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在这几年当中 同秋香身上发生了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呢 主要的大的事件 那就是同秋香 她的绅士 小的时候 家里是非常的穷 穷到卖女儿 所以她被卖给了 其实她的本性 并不是姓童 那是因为 她被卖到一个 杂耍班里面去受训 是这个杂耍班的班主 姓童 所以她就跟着姓童 然后把杂耍班的班主 变成了她的父亲 叫她爹 可是呢 这个杂耍班 当然就拉着这个旅车 拉着大车 东走 东奔西走 到各个不同的地方 去表演 他们走啊走啊 走到了大房村 在大房村的时候 这个时候 同秋香 因为她也到达了青春期 大概长得也标志 在小说里面更重要的是 她的标志是 外表就看得出来 她有那种机灵 她有那种强悍的一面 因而就吸引了 在大房村的一个土匪头子 叫做唐贴脸 她被唐贴脸看上了 那这个唐贴脸呢 就要了她 然后呢 她所做的方式就是 当这个杂耍班 在庙口 在那里表演的时候 这个土匪头子就派人 拿了一堆的金银 那金银呢 大部分当然都是 他们去抢来的 就丢到场子里面去 当然就让这个杏童的 杂耍班子的班主 吓了一大跳 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个班主呢 他也有他的骨气 虽然他当时就已经猜到了 这应该跟他所带着 这两个闺女是有关系的 不过他所做的选择是 我就把这些 你丢给我的金银财富 我就当做捐献 捐回给你们村子 然后呢 我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走 可是没那么容易 这个土匪头子呢 硬是要铜秋香 所以呢 就把铜秋香给 这个要了过去 要了过去之后 两个人成了亲 等到铜秋香架过去之后 这个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在大房村 有一个基督福音会 也就是基督教堂里面的 一个金长老 他是一个传道者 在金长老的影响 传道的影响之下 他们后来两夫妻都受洗 都信了基督教 还有另外一个 那当然就是 因为铜秋香对于 唐贴恋 所产生的爱情 跟婚姻关系的影响 所以这个土匪头子 几乎像是 重新做人 被巡浮了 以至于到后来 是金长老做主张 就在受洗的时候 就在灵洗的过程当中 让原来唐贴恋 有了新的名字 就把它称之为叫做 唐重生 好像在相信 叛逸了基督教 在那样教会当中 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拥有了另外一个 新的生命 不过汉拔绝对不是 传道传教之书 因为在小说里面 让我们了解的 真正给予 这个土匪头子 让他有新的生命 主要不是基督教 基督教只是 其中的一股力量 或者甚至来说 如果没有铜秋香 如果他不是汉铜秋香 让铜秋香 让他意识到 一个人可以用这种方式 爱另外一个人 爱得那么深 爱到那么样的深切 以至于可以完全不顾 外界的所有的这些眼光 跟所有的这些规范 那基督教或者是基督 基督教透过金长老 所给予他们的各种 不同的启发跟教训 也就不可能发生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铜秋香 在小说里面 它是如此的重要 如此的核心 那嫁过去了 既然两夫妻要重生 不能再干那种土匪行业 怎么办呢 又是金长老替他们做主 那他们呢 开了油墨坊 因为金长老自己家是老油坊 所以老油坊呢 在协助等于 开了另外一个新的油坊的分支 帮助他们用这种方式度过 那样一个转业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营生的话 那很显然 土匪也没有办法 就如此洗手 金盆洗手就不干了 用这种方式 让他们真正可以得到了重生 然而接下来发生了意外 唐贴脸 唐重生死了 他死了之后没有多久 下章没有多久 旱灾又来了 所以接下来 就是刚刚莫言的序言里面 所讲到的 八福 八福也就是唐重生 和同秋香 他们两个人生下来的儿子 这个小儿子不就告诉妈妈说 大家都在讲 如果谁的坟头还是湿的 那就表示底下有汗吧 所以这个时候 那就是村人们就开始流传 村人们开始谣传说 之所以汗成这个样子 干成这个样子 大家会活不下去 那就是因为 唐重生死了之后 变成了汗拔 那用什么方式呢 那就是要去除掉这个汗拔 于是就小说当中 对于同秋香 这个寡妇 等于是丈夫死了 而且丈夫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时候 他却必须孤家寡人 孤零零的一个人 一方面 他还要照顾这个油坊 让这个家业 可以继续传下去 他要照顾 他要养大 他自己的小孩 八福 他还有这些周遭 依附着他 依附着这个油坊的其他人 他还必须要顾念 但这个时候 一步一步 越来越大的威胁 那就是村人们 对于他们家 对他丈夫的这个坟头 所产生越来越强大的敌意 他该怎么办 所以小说里面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悬疑跟紧张 那就是这个孤女 她真的命非常的不好 她必须要接受这样的考验 但她不只是一个孤女 她是一个骑女子 所以她对于村人 还有周遭的所有这些 她有她不同的认知 她有她不同的思考 跟想办法 她的路子 所以在这里面 就产生了复杂的互动 那再讲到人物 那就是朱熹灵 他把他写成长篇小说 因为他对于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 有非常细腻的一些描述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 铜秋香跟唐重生 之前叫做唐铁脸 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 那个场景 是铜家的杂耍班 刚刚来到大房村 然后大房村呢 刚好遇到了庙会 因为才刚过完年没多久 在庙会有那样的一个热闹的行列 行列当中呢 有人在办大棒壳 其实这在台湾的庙会里面 我相信应该大家 如果有比较古老的记忆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但以前还蛮容易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有人假扮成为胖壳 棒女 然后呢 朱熹灵就描述这个情景 两半大半壳子 身子合着转向这边来 棒壳里的人 让人愣了一下 棒壳外面绿的逆人 那个假装出来的 做出来的那个棒壳呢 是绿色的 里头呢 又红的吓人 一打开为什么会是红的呢 因为棒壳里夹着一个 由大男人扮的女妖精 一身肉色的紧身衣裤 勒着红肚兜 乍一看 人真以为那是一个 拨得光溜溜 光着屁股的小娘们 让人吃了一惊 好像是打那两半 血刺刺壳 壳子剥下来的棒壳精 脸上插着一层 厚得让人担心 动不动要像下雪一般 嗶嗶不波 撒下来的白粉子 尽管粉插得那么不顾本钱 脸上的骨棱子 也没有抹平一些些 长长的脖子 仍然是木头一样的原色 这样看上去 那张石灰脸 就活像顶着一颗假脑袋 跟他们猴三代的鬼脸子一样 这其实是从 童秋香 他主观的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 他所有的感受 他看到 其实对他来说 这样的一种装扮 还真不是很有趣 继续看下去 罗姑反反复复敲打着 快长锤 棒壳金 俯向前 去重两步 再扬起身子 退两步 大家可以想象 那个动作 应该看过 就这么样 反反复复 挺棒子硬的耍着 也没有变点 什么样的花样 跟棒壳金对联 一起静静退退的 是带一把老胡子的 假扮成为老鱼翁 因为老鱼翁要抓棒壳嘛 所以一杀网 就杀到棒壳里去 被棒壳牢牢的钳住 也是像硬棒子一样 跟着反反复复的 前后 就那么样耍着 看似一对 安上鸡瓜的木头人 前走后退 没有了结的日子 没见过有这样 年缠的叫人丧气的把戏 没头没肚取乐子 看着看着 很快的 铜秋香就觉得不耐烦 这个时候 另外有一样东西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那就是风车 风车吵吵闹闹 把人眼睛转花了 铜秋香 早已经不是玩风车的小年纪 也从来没有玩过风车 尖着嘴凑进去 冲一只桃红风车 使劲吹一口 有人在卖风车 卖风车呢 就要有一个像大扫把一样的东西 倒过来 上面呢 插满了一只一只的风车 然后到了他 坐在车上 车上的旁边 这个卖风车的靠过来 所以他看到那个风车 他就去吹 其中的一个风车 好玩吗 那再故意拿捏着翘起莲花纸 一个换一个挡住风车的刺子 不让他溜溜的转 吹其中的一个 后来有风来了 就故意把其中的几个风车 给停下来 罗车走不动 因为庙会到处都是人 棒壳金又让人看得深腻 正巧这样一个风车 又一个风车的数着 人人噪耳 也就是打发时间 这样数着数着 便替自己从小没玩过的小玩意 叫驱起来 因为他从小就被卖到 杂耍班里 所以有很多小孩的玩具 他没玩过 风车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说从小自己是 让人家玩的小玩意 从小他就是人家的玩具 这是杂耍班小孩的悲哀 让爹也就是杂耍班的班主 用边杆挑着练 空心跟斗 你看那个练杂耍 或者练西班 其实都很像 悄悄打打的 练下腰 练撇叉 然后呢 还要念书 念四书 还要打小九九 也就是背九九惩罚表 另外要弹腿 要打小红拳 等等什么的 辫子呢 绑紧了 咬在嘴巴里 苦练硬练的 口干的 仿佛喉咙都拽掉了 舌根子 木木的 没高过油的车肘一样 没高过油的车肘一样 爹不是轻爹 就是再疼 也隔着一层 边杆子底下 杆是有打骂 也有恩情 拿当小玩意 却总是没错的 把风车当小玩意 轻轻的 把风车当小玩具 轻轻的 拔下一只 桃红色的 风车杆 那一撮鸡毛 是用羊子羊绿染的 卖风车呢 这个傻捞 一点也没有觉得 不知道说 有人把他的 一只风车给拔走了 恐怕人家 把他上百只风车 全都拔光了 只剩下光秃秃的 麦杆靶子 扛着走 他都还不知道呢 那怪什么 他都被那个 棒壳金 给迷住了 桃红风车 这个时候 他就顺手 丢进到 背后的车棚里面 想都没有想想 到底要这个干什么 偷眼 撇一下 看旁边的莲花姐 又看看 另外一边 皮尔大爷 还有另外一个 在班子里面的 撒长春 更是撒里瓜鸡的 下巴和掉下来 都会忘记要捡起来 一个个 跟那个卖风车的 都一样 对于同秋香来说 那个非常无聊 倒胃口的 棒壳金 他们大家都被 棒壳金 给吸引的 好像魂都迷走了 他就这样 他偷了一只 风车 正高兴 到处看 没人看到他 却貌貌似似似 呼一声笑 那么近 比刚才那一挂 不如他变子长的 鞭炮炸起来 还要更响亮 吓了人一跳 因为就在他旁边 竟然有人在笑 一听 那笑声 就是假笑 是故意的 于是就有人在他旁边说 人声的翘 偷也偷着翘 所以呢 在他旁边 就有人故意说 人声的翘 偷也偷的翘 OK 这是谁呢 在这里有一个人 故意把笑声 捏成了夜猫子叫 又故意把嗓子给捏扁 说出这样的话来 一回头 一张脸 简直像是没有人色的脸 比他那一声 貌貌似似似的夜猫子叫 还要让人吃惊 那是什么刺恶的声音 人也会声出这种破哑的嗓子吗 这不就是像书上所说的 豺狼之声吗 后来 那个人回头了 慢慢的嗓子 好像也柔润了许多 或许就是因为听惯了 也说不定 这就是同秋香 第一次遇到了唐铁脸 后来的唐重生 那这两个人用这种方式出见面 在描述人物上面 很重要的其中的一个人物 是金长老 可是金长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又看朱新琳他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场景 来讲给我们听 同时不只是要讲金长老 在讲金长老的时候 一起就显现出来 朱新琳对于中国传统社会 传统社会当中 有他的败德 有他的黑暗 但传统社会也有他美好跟光明的那一面 我们在读狼在读破晓时分 我们知道朱新琳他的那种锐利的眼光 剖析下去所看到的中国社会 他可以看得有多深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 当他要体会 要告诉我们 乃至于要传流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美好的美意跟温情的时候 他也懂得用最有效的戏剧性的 那种语言跟情节来铺陈 而不是抽象的告诉我们 更不是歌功颂德去喊口号 这里就有这么一段 是描述 同秋香他们家里面的这个新的游墨坊 他的状况以及他的来历 他说当初找生铁匠翻沙 两口子要沿用老游坊的招牌 游坊这么大的本钱 老游坊那边出了九成也不止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金长老的老游坊 为了要帮助他们这一对土匪家庭 能够重生放弃土匪事业 所以就帮助他们开墨坊 本钱有90% 是这个老游坊给他们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自己应该是老游坊的分号 那所以铁硬模子应该注一个金字 这是老游坊 那就是金家的游坊 他们是分店 可是呢金大叔不同意 借口说 哎呀你可不要扎了 我们金家游坊的老招牌 说哎不不不 我们招牌不给你们用 那是个借口 哪有那种事呢 游坊式都是打老游坊 那里分派过来的 老游坊式和高师傅 都是老游坊那边的头把手 就不只是本钱 连人连师傅 都是金家的游坊 派来帮他们的 出油好坏 还不是全靠 游坊式的手艺 所以榨出来的油 不可能跟老游坊有差别嘛 可是就应该要说 我不让你们用 金家的招牌 为什么呢 于是真子的功夫 红马腹那边 老游坊那边 就把已经住好了的 60块 唐字铁印模子 送了来 因为他们家姓唐 就让你独立 从此你的产品 这就是你的 就应该要挂唐家的招牌 老游坊那边的恩情 真是没得说的 什么都准备周全了 铁印模子送来晚了几天 又是金家大哥亲自骑马 拉一批 罗车 驼来的 三天两头 跑来监工的大叔 倒是挂着一脸的冰渣子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招牌 要印招牌的 要印的 来得晚了 所以呢 爸爸就不高兴 白脸色 给送这个 60个铸铁 堂字来的 儿子 对他不满意 表示 办事没办好 金家大哥 察觉到 他老爷 那张冰脸 冷得逼人吧 他就说 他就把这件事情 怪到 那个铸铁的 铁匠身上 他说吓唬 哎呀 不要再找 那个狼瘸子了 他那只好腿 也该给生铁匠 给烫 给烫瘸了 才是 他就狠狠的 盯了那么去 然后呢 闭开眼睛 不去看他爸爸 但不得了了 这句话 这句话讲谁 讲这个铁匠 铁匠姓狼 而且还有一条腿 不方便 那因为他就是要 表示说 这不是我吗 就是这个铁匠 我多么讨厌 这个铁匠呢 竟然就给我拖时间 恨不得诅咒他 另外一条铁匠 也缺掉算了 其实大鼠 已经冷冷 求着他大儿子 好几眼了 那铜秋香 一旁瞧着 这个时候 他紧张得不得了 他很怕 爸爸要发儿子的脾气 而且发大脾气 说起来 金家的大哥 其实也是一个干脸的人 多半是因为 当爸爸的太过于精明 太过于强悍 所以做儿子的 跟爸爸对照底下 就显得窝囊 不过金家三代下来 金长老 金大叔 接下来是金家大哥 一代强过一代 大哥弟兄三个 一个个都那么样 生龙活户 又都是读书解词 有学识的人 老大守家 老二在城里教学堂 老三去北京 念大学堂 另外有八个小姐妹 也都读过书 那接下来 我们就看这一段对话 这一段对话 是爸爸大叔 就对着儿子问说 你跟郎师傅 是怎么订得过的呢 儿子就解释说 我跟他说好线旗 他自己也就答应了 都照爷 就是爸爸 你交代的 月底交货 那偏偏他到时候 就跟你泡了 泡了就说 没有按照承诺 气然啊 那爸爸又问 郎师傅怎么说啊 儿子回答说 李啊 总有的编 大概就是活太忙了 都是这种理由嘛 大叔这个时候 冷冷的听 儿子把话讲完了 接下来才搭枪 说这倒是 头一回 可以听得出来 做爹的话里面 有话 有还没讲完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 做儿子的 金家大哥 把嘴巴闭住了 没再说什么 大叔 吸着烟 又说了一次 头一回 嗯 做儿子这个时候 搞不清楚了 有一点点 不安 看着他爸 但这个时候 就发现 这个 这个大爷 他说 头一回 另有意思 什么样的意思呢 下面这句话 可就远中了 大爷就 对着 儿子说 我到头一回 听人家喊 狼瘸子 他在意的是 这件事情 那儿子就赶快 解释说 哪会当面喊 啊 只不过就是 我再不懂事 但还没讲完 就被 爸爸 给打断了 他说 心里那么喊 也就够了 他这个时候 把 口气放柔一点 对儿子说 说的 这就是 道理了 说什么呢 将钱买 心肩肉 感情 买主要比卖主 高一等 只是嘱咐你一下 什么油仿不油仿的 也不过就是个 卖油郎 别老爸自己看得 多大多粗 咱们不是那种 张牙 胡爪的人家 所以教训他 儿子说什么 就是 你跟人家买东西 不要就以为 自己是大业 我们也不过 就是一个 卖油的嘛 你有什么了不起 看不起人家打铁的 叫人家狼瘸子 其实爸爸 这件事情 他教 或者是 他要教训的 已经非常的严厉了 再说 跟狼师傅 你看 他就叫狼师傅 咱们做了两代买卖的 哪一次炒锅裂了 蒸锅炸了 因为跟油有关系的 这是重要的工具啊 这个碾轴磨坏了 哪一次不是一招呼 人家就什么活都放先放下 连夜替我们翻炒 见到 再下来 当然就是 你怎么能够叫人家狼瘸子呢 谁乐意残飞不行吗 就算是坐监饭客 给官家锯了腿 你也没有什么好笑人家的 人不重 年岁重 学着要敬重人家 有一天 你一个碾子 你以为我们没有这种风险吗 你在炸油的过程当中 给你脸子压断了腿 难道就是你乐意去当瘸子吗 然后讲完了 就说 洗个脸 吃饭吧 就这么一番话 把铜锈香 这一边听话的 也给听论了 这是大爷 接下来我们再看老油坊 怎么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帮助这个新成立的他们唐家 他说 这个搬到这边来 另立门户了 他们早晚来公家载一趟 总是看到他们尽心尽力的 想要拿上宾招呼 可是招呼不上 听老人的 杀之机也不算过分 又不是特别为了为了这个事情 去赶集上阵 去办货 可是呢 他们就是不肯 有一次巴辅他爷 也就是这个 唐铁脸 后来的唐重生 又恼了 一把抓住 一把拉住大叔 就跟他讲说 哎 你瞧不起你大侄子 那还是嫌你大侄媳妇 一手出菜 吃不上嘴 没这个道理 一直说 来这里 帮这个 帮那个 已经老油仿 帮他们这个新成立的油仿 帮到这种地步 连一顿饭都不让你请 但这个大叔 讲什么 大叔就说 等力量 把我这边的债 给还清了吧 还清了 你就摆下 满汉全息 我把全家老小 都带来 吃这顿 做你们一天债主 我就一天 不必要破费你们 少破费你们一天 我就早一天 收得回账 你看这个话说的 如此的自私 看起来好像 他就在讲说 我干嘛吃你的 羊毛身在羊身上 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今天吃你的 你还欠我呢 那我把这一顿吃掉了 你就晚还我在 你好好的还我在 你不要乱请我 听起来很自私 但是呢 真是满口歪理啊 果真是那个意思吗 是实情也不是实情 因为用这种方式 帮助他们 自立门户 五个年头了 现款加上冲胀的油辣 豆饼辣 麻饼辣 一座碾房 还是不曾还清这些债 八福他爷 唐重生 说的更是道理 就算还是得要 清盖油仿这笔债 你那笔恩情债 一辈子 我也还不清啊 那 大叔又怎么说呢 大叔就说 重生啊 不是我说 你还没重生 就拼力把恩情 算到人的账上 这一点 当然这就牵涉到宗教信仰 意思是说 不是我们让你重生的 是上帝 关键的就是 这种善意 而且是双重的善意 明明帮一个人 帮到这样的程度 让他可以自立门户 让他可以摆脱他的过去 可是呢 总是这笔账 是这样的为人 当八福他爷 还在世的时候 不用说 帐是赵还 老邮房那边赵收 一文钱也不含糊 那样子 一十一 二十二 不必明说 无非就是要叫他们 这两口子 凭本事 创家立业 就表示说 你没有一三靠四 去养是谁 现在男人走了 死了 就只剩下女人一个人 剩下半边 独称门户 有豆油 有大草油 有豆饼 有马饼等等 不送去 红马户 那 那边也不来吹 送去 那边 照收冲涨 真的就是 金家 不肯免 他的这笔财吗 如果 真的一笔勾销了 那是什么样的 大恩情 不要说是 他自己这一辈子 就是他儿子 乃至再下去 多少代的子孙 也还不清 这番三高水深的恩情债 所以金家打定主意 只做债主 不做恩主 因为做恩主 你就 这个人情 你永远还不完 他故意摆出一副铁脸 我就是借你钱 我们就是算得清清楚楚 分得清清楚楚 你就是要还我的 还清了 也就是还清了 用这种方法 让他们 可以不用 永远的欠下去 于是 童修相就说 多少个不能安枕的 深经半月 思来思去 只想通了这一点 那就是债吧 孤儿寡妇 领着这片家业 谁也不养靠 这样 你才能够活得有气势 才能活得有骨气 才有奔头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非常细腻的 一种恩情的表现 那这个恩情是 你还要替别人着想 你不要 一副你就是恩主 然后要人家 一直不断的来偿还 你真的要帮人家 你是要帮人家独立 让他能够自立门户 站了起来 这都是朱欣灵 他在描写人物的时候 他的一些特别的观点 以及他特别的写法 又回到莫言的这一篇序言上 莫言序言上 他还说了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说汉拔的结构 也显示了朱先生 他不愿意按部就班的 轻居熟禄的 讲述一个故事的艺术雄心 多少惊心动魄的事件 镶嵌在一个线性发展的故事当中 的确汉拔的结构也很特别 不过莫言的这个描述 讲得稍微简单了一点 在汉拔的小说当中 一开头的时候 就已经是干旱到非常严重的时期了 所以开始这段文字是 石令是历秋的石令 太阳还是三幅的太阳 入秋了 但太阳好像还停留在夏天 饕贴了整一个长下的长老羊 仍然不知还有多可 有的绿 所有的绿 所有的绿被扎尽了 一直就是这么 滋滋滋滋的吸引着 弥合两岸被上天丢开 不要了的这片土地 真不能叫人相信 这是青沙障的季节 如果在往年正常的时候 秋天到处都是玉米田 高粮田 然后到处高高的这些庄稼 都形成了一个青沙障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景象 现在呢 整个华北和关东 都是通天扯地的到处覆盖着 发怒的 原来应该要有的情况 那就是整个华北和关东 都是通天扯地到处覆盖着 发怒的高粮和玉米 就偏偏只有他们山东 这个弥合的两岸 扯开五六个县 无告的县路在百日苦汉里 一百个老羊 硕硕生烟的 一个井跟一个塔这里滚过 一百个老羊 直烧干了弥合这条汉龙 和汉龙身上的 每一片的林甲 龙多阻汉 人多阻乱 今年十二龙治水 汉是汉定了 这是开头 接着呢 是旗语的行列 然后呢 经过了一段非常写实的 而且非常精彩 同时又带有那种 异国异直情调的描述之后 才让铜秋香上场 铜秋香上场的时候 进入到了他的观点 这里刚开头的时候 只讲了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领着孩子 走出窗堂 那我们看到这个妇人 那对稍微有些吊销的眼睛 乍乍受不住刺眼的阳光 眯须着 越显得细堂细堂的 有一种诧异的神情 而且有几分气不粪的样子 牙齿咬得狠狠的 这是他刚上场的样子 然后接下来一转变成了 真是叫人没法子想出来 如今十七八岁了 那么一个瘦骨灵灵的傻小子 这在描述傻长春 这就一变 变成了什么 这不是客观的 这个口气就变成了 那个妇人 那个铜秋香的口气了 然后呢 就想到自己的这个往事 生八福的时候 小脑袋要出不出的 把人撑死过去 那个当口不知尖叫了什么 害他在外面只打转 手心掐出了血来 就有他这种人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 他是谁 这是朱新凌特别的写法 首先我们必须要自己 把他联系在一起 我们才会晓得 这里所用的是 那个妇人的主观的观点 然后呢 联系到他的回忆 回忆当中 这是他临盆 要生儿子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大致猜想 会在那里急得团团转 会在那里掐着 手心出血的人 应该是他的丈夫 应该是 这个要生出来的 儿子的父亲 可是这个离 他还没有名字 他也没有影像 所以是先用这种方法 一步一步的 进入到了铜秋香的观点 再下来展开了回忆 而且呢 这个回忆 是多层次的回忆 我们刚刚讲到 小说开始的这个时间 是已经干旱了一百天 中间回去 比较近的一点 那朱熙琳是这样写的 出世那一天 黄得怕人的云堆 一朵追一朵 滴滴地插着树梢 没见过那么低 那么赶路的云 满天掉兵潜降的 一片潮乱 搬来了一场大袍子 冰袍 那是一段天也昏 地也转的日子 只觉得自个儿熬不过来了 昏昏沉沉的 一个不吃不喝 不哭不闹的木头人 压根不知道 还有自个儿这么一个人 天昏地转的日子 终究还是熬过去了 渐渐才又把自个儿这个人找了回来 想想那个当口失魂的样子 恐怕真的让人担心 他会活不下去 年纺挺年 油草也干了 一盘五尺 一盘两尺五的麻石大墨盘压在金口上 为了是什么 怕他小娘跳紧 寻端间 所以这里的往事 是回头想起了 那个时候 他的男人 唐重生 刚死掉 到丧礼藏礼的那一段 然后还有远一点的 这是近一点的往事 接下来再到远一点的往事 这远一点往事呢 那就是当年他如何跟着这个杂耍西班 来到大房村的过程 所以这是先把 所以这是先把这样的时间 结构上定下来了 然后在一点一点的填 不同时间当中的不同细节 所以这部小说 等于是至少有三条线索 然后呢 秘密的交织在一起 一条是他们刚来到大房村 跟当时还叫做 唐铁连的这个土匪头子 如何被看上 两个人看上眼 然后接下来经历了 这些波折 而终于成婚的过程 接下来第二段 第二个不同的线 这条线是跟唐铁连结了婚之后 巡抚了这个土匪头子 靠的是爱情 靠的是婚姻 靠的是男女关系 然后接下来两个人 共同认识了基督教 进到了基督教 进到了教会 认识了并且信仰了上帝 然后接下来 一直到唐重生去世的经过 接着还有第三条 第三条则是当下现在 也就是开场那样一个干旱 以及春人的反应 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借由越来越多的细节 朱星灵带我们看到体会 更进一步的 越来越了解 也就越来越同情 这个小娘 童秋香 我们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知道她的个性 我们知道她的经历 还有我们知道 她对于许许多多的事情的看法 还有她可能的反应 但也因为这样 随着这个小说叙事的前进 我们就作为读者 越来越替她担心 因为她处在这一群迷信的村人之间 干旱越来越严重 村人就越来越急着 想要解决 想要找到解决的办法 做到了什么样程度 甚至就连立起来 在路边那个电线杆 都被村人硬是给拔起来 那为什么跟电线杆跟干旱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就是大家想想看 电线杆那个杆字怎么写 不过就是木头旁边有一个干旱的旱 光是为了这个字上面的连接联想就不行了 要把电线杆给拆掉 或许干旱就能够得到解决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任何的迷信 迷信当中所指向的可能的这种行为 可能的解决 村人都会信 那汉拔就在这里 变得越来越大的一个阴影 汉拔作祟的这样一个说法 这样一个信念 就一路越来越逼近 刚刚死去的的唐重生 这个小娘 她跟我们之间 有了这种感情的连接 于是我们等着 同时我们焦虑的 我们想要知道 她能不能够应付了这些村人 她这个时候如何继续保有她的自己的家业 她还要保护她死去了的丈夫 跟那一方焚头 这故事 她有很多细腻的情感 同时 这个故事 她又有非常明确的 让人独乐 越来越紧张的戏剧性 如此而构成了 这部 朱星宁 项叶小说当中的最重要 场面小说 汉拔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